越南的红木制品 马来西亚的白咖啡 一盒是70 三盒就190 三盒190 对 这个是一盒是55 两盒就100块 一年一度东博会 在广西南宁展览馆热闹登场 现在这股东斜热 更在中越边境悄然展开 一个口岸两个国界 广西普寨与越南文壤县接壤 距离广西平常是仅13公里 让这里成了中越边境 输果交易大本营 现在像土豆洋葱还有大蒜 这一块的话 每一天大概平均有10车左右 然后一只车的话 大概有30顿 然后加起来的增速 应该在300顿左右吧 一天能外销300顿农产品 一年能挣10亿元人民币 让原本地处边缺的地段 开始火了起来 更有台商积极布局 整片山头几乎都是他的辣椒园 3000多亩的种植基地 救了他跌落谷底的深意 早年的他在越南同样种植辣椒 却在2014年遇上越南排华暴动 付出的心血全被烧光光 但天无绝人之路 他转往中越边境 在广西平翔重新开始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 在这里 很多人说是一个边疆地区 其实不是 你把它整个地主摊开 这里是中心点 立足大陆瞄准东斜市场 更搭上一带一路的商机 最远外销到俄罗斯 中越边境直线飙升的交易量 也让边民们有赚头 小货车来回穿梭 边民们载着农货与产品 前来交货 在这里可以看到 有相当多边民开过来的车子 那么他们在里头 这个物品大概是有 8000块的价值左右 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享有8000块的免税优惠政策 订阅台币4万元 就能免关税和营业税 但得要有人专门管理 台商黄维彤 就嗅到这样的口岸商机 当时我们就是看 有那么多的商品的进出 那我们觉得整个 可以说很散 没有集中的市场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 把其中我们的一个空间挪出来 就作为一个专门 作为这个所谓的边民户市 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 于是投资了两亿元人民币 打造物流源 专做口岸生意 更成为大陆最大的 腰火生产基地 我主要我们是以收购 边境边民的商品 就是以坚果类为主 那我们这个厂 每一天的产值 大概就是80吨 一年下来 大概可以达到将近 6亿左右人民币的营业额 那我们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 主要也看到了 整个东盟的一个发展 整个的市场上 在这里是有很大的一个 区位优势 不管原料的取得 或者是加工以后的出口销售 这就是最便捷的一个通道 瞄准这样的地利之变 这些腰果明年将从越南 销往新加坡及马来西亚 去年光是广西与东协交易的交易额 就达1835亿元美金 崛起的东协 仍让台商挺进中越 探商机 中 colle 隆 涯 药